好 謝謝各位媒體朋友 今天前來我們現在記者會正式開始 由於泰魯閣事件 造成我們國人很重大的傷亡 舉國都覺得非常的哀氣 我們認為政府不只是要檢討而已 我們也希望可以透過這一次 我們真正的來凝聚社會上面 希望交通上這個領域能夠有改革的力量 因此本黨擬於近期成立一個特種黨部 叫做交通黨部 希望一起跟社會來承擔起改革的一個責任 希望交通領域的各個公安 或者是道安等等各方面 都可以有改變 有改善 能有改革 接下來我們請秘書長謝利公先生 來為我們說明交通黨部的事由 的確就如同剛才我們發言人所提到 台鐵408次這次泰魯閣的一個重大的交通意外事故 釀成了50個人死亡 還有200個人以上的受傷的情形 大家都感到很悲痛 也很震驚 事實上我們民眾黨昨天的立法院黨團 也提出兩個案子 要求交通部一個月內要提出台鐵工程發報流程 跟施工監督的改善計畫 以及台鐵總體檢執行成效的報告以外 那其實不只是這個台鐵的問題喔 其實事實上台灣每一年車禍死亡的人數 大概有三千人 那商場的人會超過四十萬人 所以這種對人民的傷害可以說遠超過任何一種災害 也耗費了非常大的醫療資源 所以這次不只是台鐵太魯閣這個事故 所揭發出來台鐵的很多公安系統的一些問題喔 事實上我們應該更關心 平時發生在台灣各個角落 不斷發生的交通事故 各種意外所造成傷亡 所以在這樣前提之下 事實上我們也規劃了一段時間 我們要成立一個所謂的特種黨部 就是交通黨部 我們希望凝聚社會各界 對於交通安全也好 公共工程的安全也好 或者道路安全等等 這些呢 其實目前政府還有很多做得不夠周延 也讓我們這種意外不斷發生 所以基於在野黨 我們必須要發揮監督執政的這種監督力量的功能 所以我們在近期我們會正式來成立交通黨部 我們主要的目的有以下四點 第一個就是監督交通事業公共工程的發包流程 以及它的監管計畫 第二點就是保障交通事業的從業人員的工作 以及他們的公安權益 第三點 我們希望集結交通的學者專家 以及從業人員他們的建議 提供作為我們黨內政策跟立法的參考 同時我們要揭露交通相關部門 內部存在多年的一些弊端 第四點 我們也關心台灣長期交通 一些像尾停、B車、超速等等 這些看起來都是小事 可是影響了我們生活品質 很多受害者也非常的無奈 所以這些都是我們要積極監督政府的執法 並且相關的法令是否不夠完整 或者需要修正的地方 這些我們都會在我們的交通黨部 我們會來努力 其實在這邊我們看到了幾個 以後我們的幾個規劃的區塊 第一個譬如說航運的議題 台灣是作為一個海洋國家 海洋的交通、海洋的運輸等等 其實這也是很重要的交通議題 前陣子有人開玩笑 我們的長榮擋住了蘇伊士運河 其實這個也是航運的問題之一 軌道建設我想花了很多的錢 可是軌道部門到底有沒有做好他們該做的工作 第三個就是公路道安的問題 我們剛剛講的公路道安 每年發生的意外真的非常多 這可能大家會覺得請問為什麼有國土規劃 事實上交通的議題很多 以最近來說 一花東、東部關係最密切 這不只是它本身 大家都曉得 就必須要依靠這些交通 東部人有一條安全回家路非常重要 可是涉及到國土規劃有時候 不單純是一個交通建設的問題 整個國土的規劃跟交通會密切相關 我們的資源有沒有錯字 我們的交通的規劃 我們國土的規劃 我覺得這整個都是共通的 必須要整個通盤來一起考量的區塊 所以我們未來會在這幾塊都會有所琢磨 也希望透過我們非常理性 然後我們找學者專家專業的建議 同時也解決目前存在已久的一些問題 解決塵坑 拿出科學的論證 提出最好的解方 我想這是我們成立交通黨部 一個很重要的目標 以下簡單的先跟大家做一個報告 謝謝 我想安全才是回家唯一的路 那我們本黨很樂於去承擔這樣一個責任 在未來的改革工作上面 我們也希望可以集結這個特殊黨部的一個力量 能夠對執政黨形成一股改革的壓力 那我們也呼籲民進黨政府 不要只說改革改革 口頭上的改革 永遠沒辦法解決制度底下的一個問題 那我們希望民進黨真的是可以認真的來反省 跟面對他們現在面對一個系統性 台鐵制度性的一個成額 那接下來我們來開放現場媒體的朋友提問 有問題嗎 雖然我們也規劃一段時間 但是真的要成立我們還有一些法治上的流程必須要走 因為我們內部還有一定的程序 不過一定會很快 我們希望在最多不超過一個月內就會成立 對最多最多 其實我們的重點因為在於說希望民眾也會提供一些意見 或者學者專家提供意見 所以重點是在這些外部的人 而不在於我們自己本身所謂專業的黨工 我想我們會以最合適的一種模式來做 那目前沒有特別去做這方面的設定 但是基本上人數大概是不會多 在這邊我特別也提出一種呼籲 因為我們發覺我看到過去我們常常在很多重大工程 旁邊有個都是什麼全民監工 全民監督之類的文字 以這次台鐵發生公安意外 我們覺得很多是人為的 其實照理說工地有一定的SOP 可是我們不會有那麼多人時時刻刻在看著 如果工部門自己不會檢討 那就必須要靠外部的力量 所以我相信很多交通的也好 或者各類的公共工程也好 如果我們可以發揮全民監督的力量 我覺得這才是能夠讓政府 讓執政的人能夠更加去注意到每一個細節 這樣才能夠確保公安 所以在這個部分我們也呼籲全民大家一起來注意 謝謝 還有問題嗎 因為我們本來在規劃的時候 還希望能夠有更完整 更長遠的一些籌備期 但是我們發生這個 看到這個意外之後 覺得人命至關重大 所以刻不容緩 所以我們要趕快來針對目前 有時候說最需要去改進調整部分 我們跟我們力量黨團 特別今年我們邱城委員 也是交通委員會的招委 我們希望把力量一起相加 更重要的就是希望全民一起來監督 對 就是我們會找外部的這些專業的人士來協助我們 因為我們在這段時間發覺到很多的人對於日常生活的這些交通意外 其實大家都非常關心 甚至有的時候對某些耗制 它的設計到底好不好 或者就像紅線、黃線 可不可以臨時停車等等 就是看起來都是生活的小事 可是其實跟大家都有關係 所以我們不只是重視所謂的公安的問題 其實我們也希望透過這個模式 讓所有人對於我們日常發生跟交通有關的一些問題 其實都可以提出一些給我們一些意見 然後我們希望具體的轉換成一種監督的力量 我們補充一下 我們也希望說交通工程相關領域的從業人員 如果有意願的話也歡迎來加入我們這個特殊黨部 那我們相信他們從內部的觀察 還有對於他們長期看不慣的一些陋習陋歸都好 我想可以都很如實很直接的來對我們反應 我想我們也可以做出一些 例如揭幣揭發裡面的弊端的一些新聞工作或者是記者會等等 我想對整個揭幣的一個部分還是可以有一些幫助 也希望可以促進整個社會可以加速的改革 我們其實專任人員會非常少 其他的大概都是就是我們的外部的人 所以我們並不是說這個是一個內部組織 說要把黨部做 而是說我們有碰到相關的議題 我們就隨時來做研討 所以其實我們內部的人不會太多的 對或者我們從立法院的管道 可以最及時的給 對這個我們兩邊會做緊密的一些結合 好 各位還有問題嗎 好 那我們記者會到這邊 謝謝 謝謝各位